在家裡就吃到一個非常好吃的蛋糕 然後我捨不得一次性的全部吃完 就留了一半放在餐桌上 然後午睡起來 怎麼沒有了 老公就吃下去了 我就一整天不理他了 因為這件事情 對 很值得不理他 對啊 因為他跟我說說 我以為你不喜歡吃 不要吃 所以怕浪費吃 你要問啊 對啊 你不要不問我 為了吃 你們會發脾氣的 會 女生會 會 而且吃這件事情 對女生來講還蠻重要的 但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要替自己解釋一下 有的時候 並不是我們有福要獨享 是生理需求 真的 身體需要 不過前段時間 我老公不知道聽哪個藝人 跟他講 說什麼生酮減肥法 生酮飲食 後來有一天錄影回 回家跟我講 老婆你知道嗎 最近最流行的一件事情 叫生酮飲食 他真的對身體很好 而且要讓你瘦很快 我就說好 然後我們就一起約定好了 要一起 然後我們就當了兩天的羊 吃了兩天的草 我想了天啊 我都覺得我的生活 好像生活品質降了好幾個等 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覺得我人生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那天我就突然覺得 我要想個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我又不好意思跟我老公講說 我要放棄 我又很愛面子 然後這怎麼辦呢 我就發現 因為我老公每天晚上有個規律 他到晚上吃完晚飯的 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會去上廁所 上完廁所之後 他會緊接著會洗澡 所以這有一個 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他會獨自在洗手間裡面 處理他的個人問題 一個半小時 對 因為他沒到這個時候 我就開始有個深夜小飯桌了 比如說今天白天我想吃泰國菜 我就會去找那種泰國口味的泡麵 現在泡麵做得很好 一碗泡麵可以帶你走遍全世界 那個味道的心 對 它會給你做各國 比如今天我想吃說中式的 我就會想麻油雞 就會有麻油雞的泡麵 然後我想吃泰國 就有泰國的泡麵 日本的有日本的泡麵 然後每天晚上到他洗澡 拉麵瓶的時候 我就開始準備一碗 我想吃那個泡麵跟一個甜點 就這樣 好豐富 好豐富喔 對 然後就是我每天的小吃 因為我每天都在等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嗎 我幹嘛拿我的血肉汁 去跟他玩這個什麼生酮減肥 因為妳自己很苗條 對啊 我想說我又不泡 我幹嘛我這樣 而且妳還年輕子 所以妳這樣的搭配 對 而且我是那種 本來就每天要吃甜點的人 我就是個要吃澱粉的人啊 我到第二天晚上做夢的時候 我就夢見 我在抱著一個澱飯鍋 一直在扒米飯吃 好香...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吃澱粉 妳這看起來就是很棒的組合 對啊 好香喔 而且妳知道 現在泡麵都做得很厲害 妳是不是很想吃一口 超想吃的 妳也很久沒吃澱粉了 我很久沒吃了 是嗎 要來一口嗎 真的超香的 妳老公是聽他講的 不是聽我講的 不是聽誰講 然後我就這樣持續兩三天 都沒有被抓包妳知道嗎 然後每天白天也有那個鬥志 我一定要堅持到那個時候 堅持到那個時候 我就可以吃我想吃東西了 但是有一天晚上 他中途出來了 他問我拿浴巾了 出來拿浴巾 他出來看到妳在吃 沒有 他就聞到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家裡一組泡麵 整個家裡面都是那個香味 他就聞到 老婆怎麼有一股泡麵味 然後我就想說 我說 可能窗外飄進來的 我說有打一打一窗 窗外飄進來的 我沒有慣性撒謊症 對 怎麼可以這樣 他就第一時間會 先講的 因為我就把泡麵 我就拿泡麵 前面放了一個那麵紙盒 把那泡麵擋住了 妳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應該可以混過去 等他拿完浴巾回去 我就先去吃 然後我老公說 那為什麼那紫巾哥 後面有冒煙呢 慶煙 後面的慶煙 對 那個煙冒上來了 對 我就只能懺悔 對啊 妳幹嘛要撒謊 對啊 其實我就當下本能反應 妳就說妳受不了 妳那種反射性的 上一個故事跟這個故事 都一樣 先撒謊再說 第一時間妳會選擇撒謊 妳怕妳老公生氣 我很怕她 就心虛 我每次這種事都會被抓包 她有生氣嗎 對啊 沒有 她就一直唸我 然後她 我說那我就不吃我的泡麵倒掉 她說 因為妳要浪費 讓我也吃一口 她也吃了 兩個人一起來吃 然後邊吃邊怨我 都怪妳了 都怪妳了 不然我可以堅持很久 她有破戒 對 妳這種時候 有時候就是會砍頭到旁邊的人 對 她就一直 其實她自己也到極限 妳幹嘛 我幹嘛自己出去 對 她會一直怨妳 然後怨妳一個禮拜 然後之後胖都怨妳 她說都是妳害的 都是妳害的 不然我會瘦很多 身為至於是女生 她這個慣性沙皇 妳們可以接受 或理解她這樣的行為 可能 人偶爾都會為之吧 可是她第一時間這樣 第一時間 可是後來她還是承認 對 我只有馬上會找一個理由 那種很爛的那種 想要混過去 結果就馬上就會被揭穿 她這個我覺得算是可愛 可愛 就是男生看到說 窗戶飄進來怎麼可能 就覺得她可愛 好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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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